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殿堂级音乐大师顾家辉 1月3日在加拿大温哥华语细长辞 享年92岁 才华阳逸的辉哥善于作曲、编曲以及指挥 多年来栽培过不少歌手 他和黎小田、许冠杰被视为香港早期粤语流行曲的奠基者之一 被专称华语乐坛教父的辉哥 他的离世绝对是业界的一大损失 对于辉哥新故一事 他儿子顾志和接受月阳电话访问 都难掩丁护丘的悲痛 今天都收到消息 知道辉哥离开了大家 其实大家都很想知道 辉哥近年其实他的身体状况是怎样的 其实他身体一直都挺健康的 不过最近这两三个礼拜 忽然间有些困难 而且好像很容易很累 那么就进入医院那几天就特别累 大部分时间都睡在床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情况 我们觉得是要给医生和专业的医务人员 要看好一点 所以就进入医院 但是他一直的身体都挺强壮的 仍然吃东西都很正常 还挺有幽默感的 那是否医生判断了是什么事 为什么会这么突然 一个年岁开始大 再加上他进入医院之后 就有点呼吸的 有时会有点淡和困难 再加上有些 92岁的身体 那医生也说 有很多事情在这个年纪内 可以变得很快 我们每天都有探望他 家人 但是昨晚忽然间恶化 今天早上我们收到一个电话 医生打电话来 就叫我们去看一看他 他说那一段时间有点恶劣 呼吸就要用氧气 我们去到之后 没多久 就看到他呼吸 捉住的手都很温暖 但是很快就慢慢停止呼吸 是 就是很突然的 发生了很突然 是 其实爸爸有没有说 有什么味料的心愿 我相信 其实他最大的愿望 都是希望 狮子生下 越来越好 因为现在 你知道香港 自从九几年之后 很多事发生 经济等事情 都是和黄金时代 有点不一样 但是 香港人 是很持续的 我想他的愿望 都是因为 他大部分人生的时间 都是在香港 他当然希望香港 会越来越好 我想知道 其实现在后市的安排 会是怎么样 意识会是在温高华 我们仍然在筹备中 其实会不会有考虑过 会不会可能在香港 会有追思会 还是怎么样 暂时没有这样 暂时没有这样的考虑 暂时没有这样的考虑 都是想尽量低调去处理 没错 知道辉哥近年 在加拿大都退休的生活 因为很低调 大家都不清楚 究竟他平时的生活 他会做些什么 怎样的 都是平淡的生活 是 至于他最后的演唱会之后 回来 都是过一些平淡 但是安乐 又挺开心的一种生活 是 他又喜欢画画 亦都挺活跃 又喜欢在网上查看东西 早上开始就听歌 中西歌他也听 这个歌也听 废哥其中一首不下名作 提笑因缘的演唱者仙道拉 一直视废哥为恩师 身处家国的仙道拉 特色恩师离世的恶号 都深表难过 回来我很生气 我很突然 还有就是 我不是很相信 我没理由说笑 这些东西 当时我又失败了一个人才 还有我失败了恩师 是 失败了一个恩师 我跟辉哥很熟 所以我就很不赞他 当然 是 很悲哀 有没有什么原因 令你和辉哥的关系那么好 因为我们经常合作 合作 经常合作 嗯 跟辉哥经常合作 唱歌 他很好的 他很疼我 就给了很多 好听的 好听的 歌曲 电视剧集 电视剧集 主题曲给我唱 是 有很多讲究歌 有没有哪一首你自己印象是最深刻的 呃 都是提小一元 嗯 是 这首歌 很重要 很重要 还有呢 就是不知道 就是 感受欢迎的 这首歌 相信是不是带给你最多的成就 都是这首吧 嗯 嗯 这首歌就是这样的 就 在唱着表演的时候 嗯 如果你想完整的表演 一定要唱一条小一元 否则不让你走 哈哈哈哈 是啊 一定要唱这首 大家才满意 这个我觉得 挺特别的 是 我唱到广东歌 他们就这么喜欢 嗯 嗯 所以我一个很惊喜 和很感谢 是 辉哥在乐坛的地位举足轻重 虽然音乐躁艺高 但是不改谦厚性格 很多和他合作过的艺人 都难以忘怀 和辉哥的相处点滴 今早一早听到辉哥不在的消息 非常非常不开心 当年辉哥寄了很多美好的作品 给我们这班歌手唱 而且这些作品 到今时今日已经成为经典金曲 非常感谢辉哥 希望辉哥的家人 舍我在顺便 辉哥可以说是 我们华人音乐乐坛的 不可多得的音乐大将 这位真是大将军 想想那时候 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 他那些没有入剧的主题曲 真的没有一个地方 没有一个中国人是没听过的 最厉害的 真的 他整个美嘉 东南亚等等的地方 那些华人 全部将他的歌曲 囊囊上口唱到的 对我来说 我最难忘记 就是他和我作的那首 天师执位的垂果改变 这首歌也是 去到全 所有演唱会 香港也好 都南亚也好 美嘉也好 一唱歌的时候 音乐起 打打打打打打一出 就已经 会尖叫 所以 辉哥 多谢了 辉哥 是华人社会音乐界的巨人 我其实私底下 和他不是那么多接触 我也是听他的音乐长大的 但是我记得我唱过他两首歌 一首是雪山飞湖 一首是 儿童节目的主题曲叫 黑白僵尸 他给我的印象就是 不是很说话 很严肃的 我记得我新秀的时候 拿冠军 都是他颁奖给我的 他的音乐 他的对香港 对华人音乐的贡献 实在太大 他的作曲 他的编曲 到现在 都没有人可以超越 废哥1930年代 在广州出生 自小就对绘画有极高天分 当年和家人移居香港之后 在姐姐顾微的耳鱼目掩之下 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 逐渐成为一位音乐人 1961年 他参加邵氏举办的音乐比赛 以创作的梦 正式展开音乐生涯 开始为多部电影作曲 其后 获少日夫和方日华之座 留学美国 进修音乐 亦曾获潘迪华之座 到英国观摩大量音乐剧 学成后 辉哥仍邀加入TVB 曾担任长寿众艺节目 《欢乐今宵》的音乐总监 辉哥不下经典无数 创作出多首 《潜贼人口》的代表作 包括《提笑恩缘》、《黄潮》、《狮子山下》、《鹿小讽》、《仮变》、《以天途龙计》、《网中人》、《上海灘》、《射雕英雄传》、《轮流传》、《望尽心中情》等等 首首佳作依然传重至今 废哥和已故鬼才填词人黄瞻合作无间 在乐坛有辉煌的称号 两人成就的经典歌《多不星嫂》 亦多次以金曲开办演唱会 例必助无虚席 我和他合作最开心的一次 我小时候拿着奥琴敏饭吃 十几年没吹 那次他写《窗外》 叫我吹了三个钟头 吹到肺也没气 赚了七十五元 那次最开心 你别说七十五元 但你现在出去未必值七十五元 喂喂喂 顾先生 我知道这个人 等等 你也别这样踩我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你先看着 好 《窗外》 吹回 好啊 快点吹吧 最好几十五元 这个人 也就不 ignite 90年代起 辉哥逐渐淡出 移居加拿大 但不时返港和朋友见面 亦为观众举办不少表演 2015年 辉哥决定正式退休 举行顾家辉荣邮盈胜典演唱会 多位劝众人乐力献唱 2016年 辉哥再号召歌手好友支持 举办金字经慈善演唱会 回归社会 2018年底开始 辉哥重返温哥华享受退休生活 直至离世 辉哥对乐坛的贡献深远 成就非凡 多年来获班授的音乐奖项 同名下无数 1981年 获港台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奖 1990年 获母线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颁发荣誉大奖 1997年 获班CASH音乐金帆奖 音乐成就大奖等等 香港音乐大师之遇实至名归 社会荣誉方面 周启生、杜智慈都是他的爱徒 延续辉哥的音乐素养 对于这位音乐巨人细小 TVB上下心表怨色及哀痛 向他的家人致意深切慰问 并再次感谢辉哥为 无线电视以及本地音乐界的贡献